中文字幕——YK 正能量到青春校园爱情篇 AV旅游手把手教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性教育 怎么样 心动不心动 想看不想看 我们的男主缅田哥还是个在校学生 和所有的男同学一样 都希望能和一个性感漂亮的小姐姐成为邻居 然而就是这么巧合 我们的女主稍稍且搬到了缅田哥的隔壁 对此呢 缅田哥感到是受宠若惊了 时不时的还会躲在角落里 偷窥女神外泄的春光 简直是爽抱了有没有 这里补充一下 缅田哥在学校属于三好学生的类型 不打架斗 不抽烟赌博 也不弹情说爱 但并不代表他不喜欢弹情说爱 每当看到别的小情侣秀恩爱的时候 他的内心是嫉妒羡慕恨 一想到自己活了十多二十年 还是个小处男 于是他痛定失痛 决定在毕业之前一定要破了自己的处 这里啰嗦一句 现实生活中像缅田哥这样的同学不在少处吧 你们是否也在痛定失痛准备一番大作为呢 于是缅田哥鼓起勇气 看了一部小电影自弩自嗨 再后来就有了电影开头的 骚骚姐做邻居 情场菜了 在经验丰富的骚骚姐面前 也只有被调戏的份 但是调戏的时间多了之后 骚骚姐还就喜欢上了 这个憨厚老实的缅田哥 于是骚骚姐又是教她逃课 又是带她到酒吧 还跑到校长家里的 私人游泳池鸳鸯汽水 本以为终于也有了自己的女朋友 可事情却不是她想的那样 缅田哥的好基友 给缅田哥看了一段视频 原来骚骚姐竟然是个 拍黄片的女明星 这个如雷怪耳的消息 让缅田哥几近崩溃 于是她看到了骚骚姐的每一个动作 都会自动脑补成成人游戏 这时她的好基友就说了 兄弟你的机会来了 像个男人一样上吧 于是缅田哥真的就带着 骚骚姐来到了宾馆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段对话 没过多久 缅田哥又感觉到自己有点过分了 又跑回去找骚骚姐道歉 可是呢来到家里 却发现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原来啊 这个男人有一个神圣的职业 那就是三级片制片人 她此次前来的目的啊 就是要带骚骚姐去拍新的片子 然后电影就结束了 想看完整影片的朋友啊 记得评论点赞哟 点关注不迷路 跟着嗨哥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关注嗨哥良心片子多